在那個現在試算表裡面除了Excel之外 Google也蠻厲害的 Google試算表上面其實也有類似的東西 但是它的名稱不叫VBA 它叫GAS 它叫Google的Action Script 反正其實名稱不一樣 但是概念都一樣 而且在Google的試算表裡面 也有錄製聚集的這東西 只是它錄下來的東西都在雲端上面 Excel都是在我們電腦裡面 差別在這裡 OK 至於一些詳細的細節 我看之後有沒有機會補充一下 其實我有上一個課 就是完全就是講那個GAS的東西 OK 好 那再來的話我們來看一下 剛剛的問題就是 做出這兩個Zub 所以我們剛剛做的第一個 就是先產生一個Module 2 所以這個Module怎麼產生的 按右鍵插入模組 這個一定要記得 OK 然後呢 Sub 門號公式 Enter 輸入這個喔 記得這個不要打錯 像之前有同學最常做的錯誤是這樣的 少打S 奇怪為什麼 就是非常常見 然後呢 當然你現在好像沒錯誤對不對 你一執行 它就出現了 那它會出現什麼 沒有定義這個Sub或方形 為什麼 因為它看不懂這個Sale是什麼東西 因為呢 你Sale死 沒有加S 它就看不懂 看不懂它就出現說 我看不懂 那它看不懂它不會告訴你說 我看不懂 它會出現這個 沒有定義這個 這個死的是這個啦 OK 它其實這個白話意思說 我看不懂這個是什麼意思 那其實意思說 你寫錯了啦 OK 懂 所以以後你看到這個啦 你就知道 你程式寫錯了 就是這樣而已喔 而且它會告訴你喔 幫你把它 反反白有沒有 跟你講說這個地方錯 你就知道 就打個S S就OK了 那我自己個人習慣是這樣啦 我習慣是 打字的時候有沒有 我都會打小寫 那如果說呢 假設你程式沒有打錯的話 你會發現移開喔 如果你程式向下 你會發現喔 如果你程式打錯的話呢 它的手字喔 不會變大寫 那這個時候你就要 要有個像我的習慣 這應該打錯了 可是喔 如果你打對的話 有對跟錯差在哪裡 Sales 如果你把它移開的話 請各位注意一下那個C喔 有沒有發現 如果你是打對的 C會怎麼樣 自動變什麼 變大寫 有沒有發現 如果你是打錯的話呢 它 C不會變大寫 那我這個也是我自己個人的那個寫作的習慣 因為我打字的時候全部都打小寫 然後呢 移開的時候我會先檢查 看看字有沒有變大寫 如果沒有變大寫 那我就知道我打錯了 OK 這是一個自己個人寫作的一個經驗分享 OK 所以這個注意一下 如果你打對 移開 C變大寫 好 第一個 所以執行當然沒問題 輸入了 OK 這個是清除 馬上就有同學說 老師那問題是我今天喔 我這邊有一個Ctrl向下 第一 坦說向下 欸我到了多少 到101 那從哪裡開始 從2開始 有沒有 這個是第二列嘛 到101 所以喔 其實你想說 那老師我 後面如果說我填的話 我不要是填第二列啊 我只要填第三列 一直到101怎麼辦 你想說 當然有同學很聰明 馬上想一個方法 怎麼方法呢 我把這個怎麼樣 我把這個怎麼樣 複製到下面來 然後怎麼樣 把這邊改成3 那如果改成3 我後面先不改啦 不過你會發現 這些執行一下 欸這個又有了 那如果你要讓它是正確的話 那是不是說 這邊要改成3 這邊要改成3 有沒有 就是 列的部分呢 通通要改 但問題來了 不對啊 欸這個執行這個就OK了 有沒有 那如果下一個怎麼辦 你想說 再哪一個 複製一個 那如果以後1萬的話 你會複製1萬 所以程式沒有那麼笨 那它要怎麼讓它變有效率執行 接下來就是 你必須要學會有一個 程式裡面其實是最重要的東西 叫做回圈 所以為什麼要學程式 因為回圈喔 它白話意思就是 幫你做一些重複性的事情 你只要告訴他說 我今天有個需求喔 我的需求是 所以這個需要一個for回圈 那個for回圈 你跟他講說 喔 我今天需要有一個變數 這個變數是 這個數字會從2 一直到101 所以喔 你的序數是for i 這個i是一個變數 for i i裡面的詞喔 你幫我變動一下 它的範圍是從第二 然後空義格到 到的話就to 101 好 接下來就打enter兩下 然後打個ness 這個也是蠻固定的 因為有個for 你enter兩下 就有個ness 那你回圈的執行 會是在for跟ness的中間 所以底下這個只要一行 你就把中間這一行 放到forness裡面 並且按一個tab 這個按tab就是讓它下一階啦 那這個你不按tab 其實也可以執行 不會錯 但是會比較舒服 為什麼 這樣看起來 就有個階層的感覺 OK 所以 那再來的話呢 我們要怎麼做呢 接下來我把底下這個空白 習慣就把它讓整齊一點點 那再來的話呢 我就直接把這個 這個是i裡面就放數字喔 那因為這個也是放數字 所以我就直接怎麼樣 把它取代掉 放一個i就可以了 那接下來喔 我們已經大概就差不多 已經跨成功了 所以接下來你就執行它就可以了 你會發現一執行 它就幫我怎麼樣 Ctrl向下 全部都幫我輸出了耶 有沒有 那剩下來的還有一個地方 哪個地方呢 就是後面的這個地方 有沒有 這個應該是要把這個i有沒有 放到 後面這個f2 g2 h2 也通通要變成i 但是 有一個很大的問題 也是之前各位強調的 數字跟文字喔 是不一樣的 這個其實我發現很多 以前沒有學過程式的東西 就比較容易 沒有這個概念 這個地方呢 因為它本來就是放 本來是2 對不對 它前後沒有雙引號嘛 所以你放 這個就放數字的地方 所以你直接改成i 是ok的 因為i是一個數字 放到數字的地方 ok沒有問題 但是呢 像這個是一個什麼呢 頭尾是一個文字嘛 有沒有 我今天講 頭尾 它是文字的開頭 文字的 所以你不能說我今天 直接把什麼 把這個2 直接把它改成i 如果你把它改成i的話 它是文字 你放個數字 它就會把這個i 當成是文字 所以如果假設我改這樣 執行的話 你會發現馬上出錯 為什麼 因為這邊輸出的時候 變成fi 也就是說 它輸出的時候 就把它當i 是一個文字 放在裡面 那你要怎麼樣呢 可以把i的這個數字 放到剛剛的那個文字中間 而不出錯 跟各位講一下 這個也是學習VBA裡面 同學最容易卡住的地方 對不對 其實 簡單的意思是怎麼樣 我必須先把這一串文字先切開來 切開來之後呢 再用那個and串接符號 把它串在這個中間 那怎麼串呢 我先做一次給各位看一下 1 先把2選起來 雙用號兩個 為什麼雙用號兩個 因為我其實就把它切開來 前面這個是一個文字 後面又是一個文字 那我中間如果要再加一個i的話 你不能直接把i放在中間 你必須用串接符號 像以前有公式不是有and的符號嗎 所以你必須在這個前面加一個and 然後這邊加一個and 有沒有 理論上應該是要這樣串 應該這個可以看懂這個意思吧 有沒有 OK 暫時不懂 因為之前有同學也是常卡住很久 有同學是從第一 就是上課 卡到這個好幾個禮拜之後 老師我終於懂了 沒關係啦 有些同學可能暫時 這有時候還是需要一些時間 那如果你暫時不知道沒關係 你就大概知道一下 另外還有一點可能要注意一下規則 就是在vba裡面and的符號 前後是必須空白的 但是在isail公式裡面是不用空白的 那這樣的話呢 我就把i就放在中間了 所以這個做完之後 還有這個2跟這個2也改一下 那你想說老師那實在是有點不好記耶 所以以後你剛才記個口訣算 有點像背覺的成法表 小學反正背起來長大之後你就知道了 那口訣怎麼背很簡單 1選取這個數字 2的話呢 算號兩個 移到中間 and的兩個 再移到中間 再加一個i就可以了 然後並且把and的符號 前後加空白 OK 反正先把它記起來 如果實在是哪一天突然多做幾次 我發現可能要做個10次20次 你就懂了 OK 再做一次 1,算號兩個 移到中間 2,and的兩個 再移到中間 3加一個i 然後並且把 兩個and 兩個算號 兩個and 然後一個i 然後把and前後空白 好 那這樣做完之後的話呢 就大功告成了 所以如果你假設還是不太 馬上理解的話 沒關係 你先背口訣 因為說真的啦 之前遇到很長出的狀況說 以前沒有這個經驗 所以你一下子馬上理解不可能 沒關係 慢慢來 好 再來的話 我就把它執行一下 這個就OK了 然後發現 他馬上 得到的結果 就不會像剛剛 因為呢 我們是怎麼樣 先i 他會先是2 對不對 他先2開始 然後把這個2放在哪裡 放在這裡面 因為他得到是一個數字2 他遇到前面是文字 他就自動把它轉換成數字2 然後並且怎麼樣 跟前面的f串在一起 然後把這個公式 就幫你把它放在裡面 大概的流程是這樣 OK 至於細節 可能還是要慢慢去體會一下 因為這些東西說真的 你如果可以跨過去 其實就簡單的 當然如果你跨不過去 你就容易卡住 如果暫時跨不過去 先背起來好了 OK 好 這個做完之後 下一個我們要清除 清除的話到底也一樣 清除怎麼樣 要全部清除 很簡單嘛 底下的東西 4回圈都一樣 所以你可以拿這個複製一下 複製一下 複製嘛 一樣範圍嘛 Enter兩下 打一個nest 然後呢 把這枕式放在這中間 然後按個tab鍵 有沒有 那意思就是說呢 我要在這個範圍幫我清除 意思是一個一個幫我丟空的東西 那我只要把這個2改成什麼 改成i 有沒有 它就會什麼 先 12 再來 nest的意思是下一個 那就 i就變成3了 然後就變13 然後再14 15 16 有沒有 那就直行 這樣就OK了 這邊再直行 又有了 OK 所以呢 請各位試試看 這樣子 所以剛剛又多了一個回圈喔 那這個回圈相當相當的重要 因為其實你會發現 那如果你會回圈 很多地方就可以自動怎麼樣 本來要寫一堆程式的 現在只要4nest 自動就幫你完成了 OK 所以回圈 請自己試著完成看看 所以剛剛1 就是這邊加一個4nest 第二個的話這邊改i 你可以先亂亂看 再來就是把f2 g2 h2 改成串一個i 的變數在裡面 試試看 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